Welcome to Interesting,我是你们的小语 对于一些行动不便的人来说 轮椅就是生活必需品了 不过我们平时看到的轮椅不是需要他人助推 就是通过在俯首旁的操作杆进行活动 但这些都太麻烦了 这款仅需要面部表情就能控制的轮椅 则是真正的辩解 来自巴西圣保罗的Hobox Robotics公司 与英特尔合作研发了一款名叫威力的自动形式轮椅 采用了英特尔的RealSense传感技术 可以通过识别用户的面部表情或是声音进行活动 在威力上有一个3D圣像头用于感知用户的面部表情 通过RealSense技术可以追踪用户脸上的80个识别点 识别出10种面部表情 包括大笑 眨眼 吐舌头等 用户可以通过应用程序将这些表情与威力绑定 这样想要控制轮椅的行动 就只要对着轮椅做出相应的表情就可以了 威力自带的语音指令系统也是如此 根据用户的指令可以立即做出反应 简直不要太方便呢 而且如果用户不想亲自操作威力的话 威力所配备的无线网络天线 也是可以让护理人员或是家属 通过遥控APP控制轮椅 但小编觉得最强大的一项控制方法 是在威力搭载的电子屏幕上 有一块特殊的识别区域 这是用来识别用户的眼球指令呢 对于那些无法用头发 面部 或是语音指令的特殊用户来说 只是要对着这块特殊区域转动眼球 轮椅也可以正常工作 不得不说这款轮椅的功能实在是太强大了 但是价格也是非常昂贵的 因为要配合组件的使用 这款威力的使用费用是每月300美元 这和人民币约为2000元一个月 果然是富人才能靠科技呀 欢迎走进Interesting 好吃好玩有趣 逗逼的东西我们这里通通都有 没时间解释了 快上车 优优雅 之后 就是 感谢观看